Audio Jungle Audio Jungle 原标题 中国历史上被埋没的十大无名英雄一 先诊公元前632年 进处成图之战爆发 战争开始前不久 禁军统帅戏缺并步 先诊被迫隔体拔为三军统帅 先诊在成仆之战中创造了谋略战争 在此之前的战争 包括商汤灭夏和武王伐咒 战争双方都讲究以战为理 是用一种类似体育比赛的风格去打仗的 而先诊毫不客气地使用了战术和谋略来对付楚国人 退避三射 将敌人又入口带阵 三军合兵一处 猛攻敌人侧翼 马背上蒙上虎皮 震慑敌军 这些现在看来很简单的计谋 在那个时代都是惊天动地的创举 想想宋襄公是怎么打仗的 从此 士兵终于与仗队有了区别 兵不厌诈 也开创了兵法的先河 为之后的孙武 武企创造了丰富的想象空间 成仆之战 大胜储君 是中国历史上 第一次成功的谋略战 小山之战 大胜秦军 是中国历史上 第一次成功的歼灭战 近北大胜敌军 是中国第一次成功的 以少胜多的战力 敢于特军之面 的老仙枕不知败为何物 于是孤身卸甲冲入敌阵 对自己冒犯国军的行为 进行了惩罚 无论是历史影响力 军事能力 还是人格魅力 仙枕的成就都无比辉煌 二、司马错公元前三百一十六年 司马错立台众议 使用了另两千年后的人 都不可思议的一种挖心战术 在使人听此调诸言的蜀道上一纵千里 灭掉蜀国 从此秦 国拥有了最充足的后勤补给 然后司马错又使用挖心战术 从蜀地沿长江顺流而下 只取楚国钱中 这种神奇的孤军深入 就地补给 横扫敌人腹地的神话 可以与西方的加太基统帅哈尼拔交相辉映 在这之后 才有了礼兵之水 才有了王俭灭楚 但是 谁知道 三、楼晋汉朝 隋唐 清朝 都是中国历史上比较强盛的时代 但这些强盛的时代 也都分别有他们严重的外患 如汉朝的匈奴 唐的突厥 土三 清朝的准嘎尔等等 当不愿意进行战争 又很难避免战争的时候 和亲就是最好的办法 和亲这一项措施 造就了中原地区的繁华 是看坚决不和亲的宋王朝和民王朝有多么孱弱 就能感觉到和亲的巨大作用了 和亲的发明者就是这位楼晋 公元前200年 刘邦在白登遭遇凶奴包围 差点死掉 楼晋事先已经预见到白登之围 并向刘邦提出警告 遗憾的是刘邦使用监狱来对待他 四 陈汤名犯强悍者 虽远必诛这句话 和说出这句话的陈汤 最近已经开始在各大BBS上流行起来了 但是陈汤 干言授他们的功勋业绩 究竟是什么呢 东汉时期 匈奴致之禅于称霸西域 最后自大到无端杀害国外交使节的地步 智之禅于自以为汉朝西域都护兵马不足 有没有圣志来调动兵力 他有足够的时间逃走 但是干言授和陈汤当机立断 家传圣旨 令西域各国聚集联军四万多人 一路过沙漠 将智之禅于击斩 他们用行动来告诉世人 汉朝是大国 如有冒犯就是死路一条 但是腐朽的汉朝统治者 却要知二人家传圣旨之罪 陈汤在身边之时 喊出了那句名犯强悍者 虽远必诛 千古之下 仍然至敌有生 五 刘叶三国时期 是我国历史上 人才最集中 谋略最发达的一个时期 但在这一段精彩绝伦的历史中 关系天下局势的大战略也并不多 一共只有七次 其中 四次成功使用的谋略是 曹操平定河北 周瑜决战势必 邓爱偷渡音平 王骏指导现业 三次放弃使用的谋略是 曹操放弃攻打刘彰 曹丕放弃攻打孙权 诸葛亮放弃突袭长安 三次被放弃的大战略之中 有两次是大谋略家刘叶提出的 曹操如果能听刘叶之言 得勇望鼠 天下就没有刘备 曹丕如果能听刘叶之言 趁刘备一心报仇之计攻打孙权 天下就没有孙权 可惜 大谋略被糊涂一时的曹操 和糊涂一世的曹丕轻易忽视 令人痛心的是 刘叶在三国游戏中 智力设定 一般只有八十多 还不如弥衡这个痞子 大家知道他的大名 也许更多的是因为 他发明了霹雳车的原因 六 邓爱比较岳飞和邓爱 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二人出身相似 成长经历相似 指向相似 治军方法相似 谋略相似 千古其冤相似 不同之处 也就是岳飞为 有指导黄龙府 而爱却顺利拿下锦官城 而邓爱偷渡殷屏 绕过剑阁直抵黏竹城下的 惊险战术 更是岳飞不能比脸的 二战中古德里安齐齐续绕过马奇诺防线的战术 勉强可以与之相媲美 免主守将 诸葛亮的儿子诸葛詹大意凛然 开成硬敌 迅速战死沙场 他居然不知道这个时候应该防守 不知诸葛亮为什么不交给他一些简单的军事常识 成都在刘禅的领导下不费刀枪 举城而降 可是 功成名就的邓爱 却被中会借故逮捕 后来 中会被杀 邓爱被自己的九步放出 却被趁乱报仇的魏冠害死 邓爱的功勋大于岳飞 谋略胜过岳飞 冤须苦过岳飞 名声虽有 却太小了 七 陈庆之南梁大通年间 北魏北海王元号投降南梁 梁武帝派将军陈庆之率兵七千 护送元号回北魏当皇帝 七千人太少了吧 这件事充分体现出梁武帝脑子里有水 就像他当年用四十万民工造豆腐渣水坝一样 但是陈庆之用自己的行动帮助人们改变对梁武帝的认识 就是这七千白袍梁兵 在虽阳破敌七万 在吞考破敌两万 在行阳破敌四十万 北魏皇帝和洛阳首帝不战而逃 一年零两个月之内 陈庆之就用七千兵力 攻占三十二座城 胜利四十七场 愣是把元号扶上了北魏皇帝的宝座 可是元号还在努力证明自己的昏庸 主动把陈庆之的梁草切断 援兵切断 这七千白袍勇士在和尔朱荣百万大军激战 三天之后终于失败 全军覆没 陈庆之化妆逃回南梁 不必再说什么了 战神 我为你的事业和名声而哭泣 八 王林王林是梁元帝萧义的手下 王丰变的手下 在侯景之乱中 他一人召集了一支山围部队参战 立下大功 从此躋身政治舞台 侯景派他的哥哥来劝降他 他不为所动 他的上司王僧变和肖义猜忌他 将他投入监狱 杀了他的副将 他也不为所动 但老部下陆娜叛变 攻占御章 政府无力围剿时 他身披镣铐 孤身劝降 陆娜立刻投降 但梁草很快崩溃 肖义被北齐部队杀害 陈霸仙杀掉王僧变自立 王林拒绝陈霸仙的招降 靠着自己强大的人格魅力 孤身组织军队攻打陈国 以后身风雨飘 为祖国雇主复仇之心却不变 最后他终于战败 被陈军抓获 抓他的人 又一将他放走 几万人为他提供资助 陈军大将无名扯 见到他的影响力 仍然这样巨大 怕他继续造反作乱 派人追上去将他杀害 王林去世之后 当时天下男女老少 无不痛哭流涕 可是现在史上的云云众生 又有谁还记得他的名字 九 马侄马侄的祖先 是汉民族燕云十六州的居民 燕云十六州 自公元937年 被石敬堂割让给辽国 已经将近两百年过去了 马侄却仍然无比的热爱 当初抛弃他的祖国 趁着宋朝使节同贯访问辽国的机会 马侄秘密禁建 同贯 提出收复燕云十六州的计划 这个计划的震撼力 绝不压于三分下的龙中队 这个计划就是 培植保守契丹归族西压的女真部落 马侄带领着部下 不断秘密访问女真部落 想尽办法挑起女真与契丹先的矛盾 终于 完颜阿谷打起兵灭掉辽国 但远交进攻的策略 要有强大的力量做后盾 马侄远离顾国 没有想到顾国的军事力量 竟是如此的不堪一击 燕京之战 溃散的辽兵 仍然将宋军打得溃不成军 女真部队因此继续难侵 最终导致了北宋的灭亡 虽然拯救祖国的计划 反而加速了祖国的灭亡 但马侄的爱国热情和雄才大律 仍然应该在历史上留下大名 可惜 妖灵 大侧灵大侧灵是准嘎尔人 提到准嘎尔大家一般会想到 嘎尔丹王子 1697年 格尔丹自杀 策望阿卜拉坦继位 策望阿卜拉坦 是西藏军事领导人拉藏的姐夫 也是亲家 他的女儿嫁给了拉藏的儿子丹中 拉藏为了讨好清朝 将达赖六世送往北京 引起了策望阿卜拉坦的不快 准嘎尔和清朝的关系 地球人都知道 再加上他对西藏领土的垂涎 所以 1716年 他终于秘密出兵去攻打他的亲家 废话说的太多了 接下来大侧灵出场 策望阿卜拉坦派大将大侧灵攻打西藏 大侧灵率领八千子地兵 十月出发 白天潜伏 晚上行军 一路经过天山 塔里木盆地 昆仑山 青藏高原 等世界上最难走的高山 直前距离两千公里 现在的大学登山队应该汗颜 第二年七月神兵天降于拉萨 杀死拉藏 这一次行军是世界战争史上最艰难的行军 也是最成功的 当大侧灵到达拉萨的时候 拉萨人民还以为 是宋丹中省亲的部队 大侧灵也就这样承认 拉藏岁在毫无准备的状态下被杀 相比之下 韩信突出陈仓故道的行军 苏沃洛夫突出高加索山脉的行军和池田信长 突出筒匣间的行军 可谓是像杜甲一样悠闲